前着小朋友准备过马路 确认右边没车 往前小跑步 哎呦怎么会有车经过 吓了好大一跳 连小朋友也跟着跌坐在地 驾驶赶紧下车 看看对方有没有大碍 幸好都还能自己站起来 只是真的好危险 他们怎么会走在这里 3号晚上桃林龙潭神龙路上 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一名女子带着两名孩童过马路 没有走在斑马线上 也只看了右边 没注意到另外一侧 因此左方一辆休旅车行进时 不慎撞到他们 幸好两人只有手脚轻微擦措伤 没有大碍 警方接受报案后赶到现场 发现最近的斑马线 其实距离事发地只有47公尺 而他将擅自穿越车道 以规定出役500人罚还 行人穿越道路时 应确实行走行人穿越道 令七七车驾驶人行进入口 必应减速慢行 以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不过今年四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有修正部分条文 有加重器及车驾驶不离让的罚则 就算行人闯红灯也得要让 就算双方都有责任 行人也只会被罚500人 引起许多民众不满 而这次事故确定女子违规 但修旅车驾驶属于应注意 而未注意车前状况 得等到厘清罩则后 才会确定是否被开罚 无论是行人还是驾驶 只要遵守规定 就不会有法则问题 更不会有危险发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